这两个森板是去年高压的 高压长出来的跟颜色转深色就可以把它剪下来 我们在去掉容器的时候不要将土团弄散了 把下面的炉油部分给它剪掉 就直接进行商品养货 等根完全长好之后我们再对根进行调整 森板高压比前插成型快 在培植时我们得多余的质干可以进行高压 森板高压除修面期我们都可以进行 森板高压基本上就通杂木类相同 但是它的生根比较慢 时间稍长 松树的高压与杂木不同 写好高压质干 防剥两至三公分 不要做其他处理 等这个切口接流之后 我们再套上培养容器 这是一个月前进行防切的 现在已经接流了 可以套上培养容器 松树的高压培养机 用粗一点的颗粒 最好是能保水的 像赤芋土之类的都可以 我现在用的就是赤芋土 加了一点沙子土 这种植料生更快 把它摇紧了 盖上青苔保湿 要把它固定好 像这样 大约两至三个月 它的根就长好了 对松树的高压 我们一般选吸松枝 也可以进行特定的高压培养 将这个的结口进行高压 上面这个结口有多条枝 把它进行高压之后 培养出一盆多干松 五正松高压 五正松高压跟松树高压是一样的 但五正松高压的成功力不是很高 原因就是它高压的时间比较长 它接流的时间大约要两至三个月 斩根的时间更加长 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出现失枝 好了,视频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三圈龙茶的视频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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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